我不是最有天賦的球員 但我是最拼命的球員 這句說話來自NBA球員 Jimmy Butler 一個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如果你喜歡他 就一定是死心頭地喜歡他的球員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頗句話題性的球員 Jimmy Butler 講起Jimmy Butler 大家都一定會想起 他在Camper Wolves的時候 不停批評他的隊友冷散 毫無鬥心 對球隊和管理層非常不滿 然後主動要求交易的這件事 聽起來 他就好像在球隊裡 特意搞事的毒瘤 令到不少球隊對他望而卻步 當時更加有人形容他唯一頭 孤傲的東西 戰鬥力強大 但難以純服 那到底什麼原因 令Jimmy Butler 會有一個這麼堅韻 但又難以親近的性格呢 故事就要由他13歲那年講起 Jimmy Butler一出生 所以他爸爸就拋棄了他們一家人 由於Jimmy Butler的樣子和他爸爸很相似 他媽媽就一直都很不喜歡 直至到他13歲那年 他的媽媽直接就跟他說 我不喜歡你的樣子 立即跟我走出去 13歲的Jimmy Butler 從此就流落街頭了 什麼都要靠自己 但不幸之中的大幸呢 Jimmy Butler在學校裡有很多好朋友 他們都願意讓Jimmy Butler去他們家裡住一頭半天 於是乎 B Butler就開始了他的流浪人生 每天去到不同的朋友家裡借宿 直到高中 那麼去到高中之後呢 Jimmy Butler在學校裡遇到一位叫做 Jordan Leslie的人 從此就改變了他的人生 Jordan Leslie呢 其實就是他們學校裡的籃球和美式足球的健將 而他後來也成為了NFL的球員 Jordan Leslie呢 在學校呢 和Jimmy Butler呢 打過幾次球 教練過幾次 因為這樣呢 就成為了一個好朋友了 他之後呢 知道Jimmy Butler 原來一早就被爸爸媽媽拋棄了 於是乎就邀請他去到自己的家裡住了 Jordan Leslie的媽媽 Michelle Lambert呢 本來就要照顧著七個小朋友 已經非常吃力 但是呢 他認為短期照顧Jimmy Butler呢 應該都還可以應付得來 所以呢 就打算照顧他幾天 以滿足他兒子的要求 這樣就算了 結果呢 Jimmy Butler呢 很快就和Jordan Leslie的兄弟姊妹們 混熟了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 吵著要Jimmy Butler留下 最後啊 Michelle Lambert呢 都只可以同意了 不過呢 他就要和Jimmy Butler約發三章 和他開出一個條件 就是要他做好每一個人的榜樣 要他不可以逃學 要他好好讀書 也都要在每晚特定時間之前回到家 不可以在外面留意 而Jimmy Butler呢 都一一可以做到 Michelle Lambert夫婦注意到 因為小時候的經歷 令到Jimmy Butler呢 一直自信心不足 感到自卑 也都因為這樣啊 Michelle呢 就經常都會鼓勵Jimmy Butler Michelle Lambert就和Jimmy Butler說了 如果你不斷向前和努力 你就可以按你的計劃所進行 如果你停下來或者放慢腳步 你付出的所有就會白費 得到Michelle Lambert的鼓勵 又有一個新的家 又有一個家 Jimmy不來在籃球場上面 就更加可以專注地任何打球 於是他越打越好 成為隊裡面的NVP 甚至乎打入區內的第一隊 可惜的是 他的這個表現呢 不足以令到他得到大學的獎學金 而他也都只可以去到社區大學 繼續努力 希望在裡面打到一個成績 得到大學的招臘 Jimmy Butler就一直記住 Michelle Lambert的教會 最終就憑著不斷的努力 成功獲得多間大學的招臘 最後啊更加可以打入NBA 而在NBA選手會的前一馬 Jimmy Butler一直擔心 沒有球隊會選中他 而Michelle Lambert呢 也都一直陪伴著他 Michelle Lambert就說 我希望有人可以給他一個機會 以前沒有人願意這樣做 但是我們做到了 之後你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他最終令到所有人為他 而感到驕傲 如果有一支NBA球隊 願意給他一個機會 他會為這支球隊 付出他的所有 因為他就是這樣對待我們 最後啊 Jimmy Butler在2011年NBA選手會上面 在首輪的第30位被公牛選中 其後啊 他在2015年更加贏得最有進步球員 Jimmy Butler對於Michelle Lambert 對他所做的一切都感激不重 他說 Michelle接受了我 他讓我加入他們的家 這一切不是因為籃球 而是出自他的愛 他就是這樣 我簡直難以自信 小時候的經歷加上Michelle Lambert的教會 令到Jimmy Butler呢 養成了一個過鐵般的意志 同時啊 他對自己和對別人都非常之嚴格 他非常之討厭 懶惰 沒有鬥志的人 這一樣也都成為他的NBA優點 同樣也都可能是他的缺點 2017年 他被公牛加入到Tamper Wolf 並在這裡呢 帶領著Tamper Wolf的一班年輕小將 打入失落多年的季後賽 就在這一個時候 他對於隊裡面的年輕球員 特別是兩位狀元Angele Wiggins 和Carl Anthony Towns 非常之不滿 他認為這兩位新星空有一身天賦 但就懶惰到出執 而球隊居然容忍這種事情發生 這件事令到他非常之不滿意 他不斷地在媒體裡面發炮 表達不滿 希望被交易 同一時間也傳出 他在球隊裡面經常欺領Carl Anthony Towns 而這一切一切的傳言 令到他變得聲明浪靜 甚至乎被指責為球隊的毒瘤 最後說Jimmy Butler終於忍不住了 他一次訪問裡面 呼籲了種種的傳聞 包括他怎樣對待Carl Anthony Towns 他說 我對他好嚴格嗎? 是啊 這個就是我 我在球隊裡面不是最有天賦的球員 哪一個是我們球隊裡面最有天賦的球員? Carl Anthony Towns 哪一個是我們隊裡面身體質素最好的球員? Viggins 他說最長的被剪 最大的手 跳得最高 哪一個最拼命的球員? 是我 我很努力 我每一天的訓練 每一天的比賽裡面 我都是拼盡我的一切 這個就是我的熱情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領導方式 而這個就是我向他們展現的方式 最終Jimmy Butler就離開了Tammer Wolves 在76人度過短暫的一季之後 就改投了葉火 來到葉火之後 他在首次的訓練 就被葉火的嚴格訓練所震撼了 結果對每一位球員都有一個要求 就是無論你是身手 或是像D-Ray 是一個球隊傳奇球星 你都必須要達到這個要求 就是要在一分鐘之內 在球場上垂直跑十次 然後休息兩分鐘 再在一分鐘之內跑十次 同時也激發了他的鬥志 第二天他就好像Kobe Bryant一樣 凌晨4點就去到球場訓練 在黑虎的訓練之下 他很快就踏標了 而他對自己對人的嚴格要求 也都感染了整支球隊 他的隊友都跟他在鬥組回到球場訓練 他練得起勁 隊友也都不倒輸 練得更加樂力 而這一種氣氛呢 也都令到葉火在2020年的歸後賽 以黑馬的姿態殺入了NBA總決賽 不過可惜的是 他們最終都不敵戶人 拿不到NBA的總冠軍 未來的Jimmy Butler 到底可不可以再次殺入NBA總決賽 甚至乎贏到NBA總冠軍呢 沒有人會知道 不過肯定是 如果你一個很勤力的人 你應該會喜歡Jimmy Butler 而他也應該會非常喜歡你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懶惰鬼 做事得過且過 你最好就對Jimmy Butler 敬而遠之 見到他就掉頭走了 因為Jimmy Butler 絕對絕對是會向那些 又懶又沒有鬥志的 大巴大巴的車載下去